请大家继续保持站立 我们要一起向天上的真神献上祷告 哈利路亚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慈爱的救主 伟大的真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的能力何等都浩大 因为你用你的言语就创造了诸世界 让我们身边一切的大自然的美好 呈现在我们面前 也用你话语的能力从尘土里面 做到我们的始祖亚当笑 虽然我们人类很渺小 很卑降 但是你常常看顾着我们 提供我们生活的需要 然而我们的始祖背弃了你 犯罪离开了你的面 从此过着流离朗荡 心里空虚的生活 就算是今天我们也是承担了罪的后遗症 心中有很多的重担 有时候又很孤独 有时候又很虚恐 虽然表面上都戴着一副开心的面具 但是往往越来越近的时候 总是有很多的害怕 但是你的慈爱何等的浩荡 你差以前你的爱子来到世上 为我们罪人钉死十字架上 撒开一条又心又火的道路 主啊 今天我们有很多朋友们 在疫情当中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肉体生命 虽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认识你得到属灵的生命 这样我们才不会害怕 才会有盼望 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 心中总会得到平安 主啊 恳求你今天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 借着你仆人的口 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们更求你打开听众的内心 让你的话语 能够像一盏明灯 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 让我们每一个人感觉到你的爱 感觉到你的光 感觉到你的力量 还有你的平安 主啊 我们将今天这一场步道聚会 完完全全叫在你的手中 恳求你施恩 眷顾同在 愿一切荣耀 颂赞 尊贵地会与你的圣明 哈利路亚 阿们 请坐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非常欢迎你们来临 正义书教会参加今天下午的 步道聚会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这叫两条门路 我们人生常常会遇到十字的路口 我们常常有些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路不守 在没有GPS的连带 或者是你买不到地图 如果前面有几条路 你知道很难选择 尤其是如果你去到荒郊野外 你去行山 有时候在你面前 又可以左 又可以右 到底你要怎么选 有时候 人可能会拿出一个铜板 包在宫中 右边还是左边 决定一下 因为不知道怎么选 我们人生 在求学的过程 也会有选择的道路 事业也会遇到选择的道路 但是总括起来 人生虽然遇到很多很多的选择 其实总括起来 只有两种选择 两条道路 第一条 我们可以称之为 通往神的道路 第二条 我们把它称为 离开神的道路 其实总括起来 就只有这两个选择而已 这两个选择呢 有一个是容易的 有一个是很难的 但我们如果看到一个 直路牌 我们已经下一页了 如果一个容易 有一个是难的 你到底会选哪一个呢 我看你问小孩子 你要选容易的 还是选难的 十个十个都说 我要容易的 我不要读书 我不要早起 我不要那么辛苦 如果问小孩子 which path would you take 如果问小孩子 10 out of 10 都会告诉你 他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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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需要去工作 天天睡懒觉 拿政府福利 都好了 大部分的人 可能选择 但是比较有想法的人 他不介意 这个难还是容易 他会问 这条路的终点 到底是带我 去一个什么地方 因为难跟容易 也是会过去 也是一个过程而已 但是这条路的终点 比难还是容易 来得更重要 好 那我们来谈 这两条路 有什么不一样 看看我们要怎么选择 第一条路 我们称之为 离开神的道路 这是这条路 带你离开神 越来越远 这条道路 是我们的老祖宗 始祖亚当 夏娃 所选择的 我们来看 创世纪的第三章 let's take a look at Genesis chapter 3 23到24节 Verses 23 and verse 24 创世纪 第三章 Genesis chapter 3 verse 23 如果没有犯证件 没关系 上面有得看 三章23节 请读 这里记在一个人类历史开始之后的一个故事 神把人从尘土里面造出来 这句话是真的 科学也证明了 因为人类的身体 总括起来有13种主要的元素 跟土地 跟地球的表面的元素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人死了 就要归成土 但是神造人之后 把灵魂放在人的心里面 还把它放在一个美好的地方 伊甸园 这时候来人不听神的话 犯了罪 就被赶出了伊甸园 所以赶出去 走了这条路 这是犯罪的道路 有人就说了 神怎么不理自己造出来的人 神为什么那么残忍 下一个slide告诉我们 其实不是神离开人 而是人因为犯了罪 就走在罪的道路上面 这条道路是离开神越来越远的 好了 这条路离开神的道路走下去 那个景况就不一样 我们可能怎么形容这条道路呢 这条道路是一条罪的道路 我们知道啊 光有源头 你离开光的源头越来越远 这会越来越黑 像你拍照 你要靠近光一点 你越远你就不够光 人离开了神之后 就等于离开了光 没有光 黑暗就会出现 就开始有罪恶了 大家知不知道 人类第一宗凶杀案 是什么情况发生的 是亚当的大儿子 杀了亚当的小儿子 兄弟之间本来是手足 但是可以为了很小的事情 竟然之后 各个杀了弟弟 所以这个罪就这样进入了世界 今天大部分人 虽然活在世界上面 没有犯什么国家的法律 但是其实罪的影响 都在每个人的心里 有人说了什么罪 照常什么病会压你死 不一定是癌症 那种疾症才可以让你死 一个小感冒会变肺炎 肺炎也可以让你死 所以我们来看看 整理一下 有一些走在离开神的道路 最在这个世界出现的 传统上的说法 有七种罪会很危险 如果你不解决它 它会让你属灵上死亡的 第一个就是情欲 你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 男女关系很随便 你吃东西没有节制 一直在疯狂地吃 再来这是贪婪 再来就是懒惰 再来你脾气很不好 常常会发很大的脾气 再来就是嫉妒 你看到别人比你好 你还很生气 再来就是骄傲 老实你觉得比别人好 不听人家欠 这七种罪 其实影响 每个人的内心 的世界跟平安 影响很多人的家庭 虽然现代人 什么都有 但是如果离开了神 这七种东西 都会不断出现 有人在网上整理了一下 在网路上面 上一个slide 七种的这种 科技的公司提供 也会引起 犯这七种不同的罪 当然我们不是说 那些东西都不能用 但是你仔细看一看 是不是很有趣 这七种app 七种东西 就是来promote 就是来出承你 这种欲望的发展 常常上Facebook 看别人旅游 看别人吃什么 你心中就很 那种感觉就很不好 别人有得去旅游 我没得去 这是基督 再来 常常上Netflix 从早看到晚 反正你付了十几块 不看白不看 疫情当中 整天在包剧 整天在看 十个钟头 八个钟头 同财 沙发 什么都不做 再来常常上 In the Instagram 练肌肉也要po 衣服也要po 什么也要po 让别人感觉 你跟别人不一样 很生气了 现在不骂人了 很生气 就po Twitter 整天看那些食物的 那个东西 还有呢 现在都不教男女朋友了 直接上网 直接上Tinder 因为那些不好的 发生不轮的关系 然后你会用了 你会用上Tinder 整天上Lincoln 想说怎么找多一些钱的工作 怎么样来把自己提升 从人的角度来说 这些东西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人有罪性 你控制不了自己 当你被这七种欲望 所吸住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越来越黑暗 越来越空虚 越来越疲倦了 所以疫情当中 大家大部分时间 在网上用这些东西 其实越用 就是越depressed 越忧郁 那你不要说 那种科技发达的 自由国家才黑暗 没有神的国家 极权的国家 敌神的国家 更黑暗 他们什么都不怕 这种国家也是很恐怖 好了 那第二 离开神的道路 也是一条 充满伤痛 辛劳痛苦 愁烦的道路 我们看创世纪 第三章十七节 三章十七节 我们看十六节开始 三章十六节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征 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的儿女 必多受苦楚 圣经说 人犯罪了之后 女人生孩子 会很痛苦 你看很奇怪 在动物世界 普鲁类动物里面 那些动物生孩子 一点都不痛苦的 几一下就出来了 铺一下就出来了 有时生还生一堆 都不痛苦 你没有看到一只猪 在生孩子的时候 杀猪这样子叫 或者是大象生 baby的时候 任何还要挣扎 都没有 很奇怪 都很顺 但是只有人生孩子的时候 女人生孩子的时候 哇 痛得要死 有时候还会死掉 生孩子的时候 妈妈在叫 生完之后 孩子在叫 因为人生这条道路 都是充满 非常痛苦 女人是比较辛苦 还要生孩子 男人也辛苦 因为他要工作 第十七节 这也说 弟因为你的缘故 受咒诅 你要终生劳苦 才得糊口 所以从主之后 人家要流汗 流泪 辛苦的工作 才有办法吃饭 所以你看那些龙肤 他皮肤特别皱 晒得黑黑的 因为实在很辛苦 如果你看那些人 如果你看那些人 如果看浮度 所以看辨尽 如果你看那些人 就更不能看 但是你看那些人 常常打电脑 万腰拖背 压力很大,头发也很早都掉光 因为压力大,睡眠不足,都是黑眼圈,都是熊猫 农夫还活久一点,整天用电脑的那些命还更短 所以真的离开神的道路,这是劳苦愁烦 还有心灵的苦 这里说第十六节下半句,神就跟女人说 你会很爱你的丈夫,你很恋慕你的丈夫 但是你的丈夫对你很不好,管下你 女人真的很辛苦,要帮男人生孩子 很多男人结婚之后对太太就不好 只会管太太,不够温柔,不够体贴 很多太太很辛苦 男人也有自己的理由 反正自从离开神的道路,这条走上去了 真的是心灵肉体都是愁苦的 但是这条道路不单止这样 离开神的道路,还是一条通往死亡的道路 我们看三章,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 我们看三章二十二节 这里告诉我们,人因为犯了罪了,就不能继续领受神生命的果子 所以神就把这条道路挡住了 所以到最后人就要面对死亡 其实什么叫做死亡 没有生命就是死亡 当你不能接受一切远远不绝的生命的话 肉体会死亡,灵命也会死亡 所以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看以乎所书的二章二十到三节 以乎所书二章二到三节 这条道路大家看起来很快乐 但是几次来看呢? 我们来看圣经怎么形容呢? 请读二章二至三节 第三节 这就是第一条道路 这就是大家大部分人所走的路 所谓的今生的风暑,就是潮流了 最近流行什么? 很奇怪哦,只要大家说流行什么 大家会跟着去做 那最主要是流行什么? 离开神的道路 到最后人就会学习放纵自己 大家会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表面上好像很快乐 大家都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 马太七章十三节 这条路是怎么样的呢? 七章十三节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离开神的道路是很舒服的 因为你不用控制自己 不用要求自己 你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尽量让自己快乐 也不要管什么有神没神 反正我今生快乐就可以了 因为很舒服 所以很多人喜欢走这条路 但是这里有highlight起来 但是这条路请问去哪里的呢? but take note where this path leads to 舒服的道路 有时候它引到你的方向 不是好的 an easy path sometimes does not lead you to anything good 早上下一个图告诉我们 这个路是往下面走的 it's a downhill road 这条路是往下走的 当你离开神越来越远 表面上你好像很自由 到了某一个地步 你就发觉很空虚 很孤单 不单只是今生会面对很多的问题 最后还要面对神 还要面对审判 at the very end you're going to face the judgment of God 那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结局 and that will bring a bad result 但是在这条路 一直往这条路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 神会给我们机会 发现另外一条路 but as you travel on this road you'll find that you we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take a detour 就好像highway上面 也是看看开错路了 有exit 赶紧要出去 那就要看我们 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 and this is the opportunity that's presented to you and you determine whether to take it or not 最近加州 在烧山火 recently in California there are wildfires burning everywhere 就好像下一个图一样 看到一些新闻 哇那些山火 四面八方 好像包着那个highway and we have seen news reports on the wildfires and on the highway it seems that the fire is burning everywhere 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开车 看到前面一片火海 你还会往前开吗 imagine if you're driving on the highway and you see if front of you are dense fire would you still keep going 这条路很宽 看起来很平 the road may be wide and very even 但是你看到很远 前面是一片火海 but you see ahead of you is fire 虽然很多人陪你走 even though a lot of people are traveling with you 但是你会继续走吗 but are you still going to continue on this path 如果一个人是有想法 他一定会想 不对 前面是火海 if a person has thoughts he will be thinking wait a minute there's fire ahead of me 那我可能要改变 我的想法 i may need to take a detour 所以有一个人 叫John Benjen 他讲过一句话 他有意思 如果有一个人 踏上了否认诸禄 他很可能到最后 这会步向灭亡 比如说这个人有病 他不承认他有病 他说我没有病 我很健康 你说我有病 你才有病 but the person refused to admit that he is ill and he keeps saying that I'm not sick I'm well 那他否认自己有病 都不会去医 because he denies that he is ill he will not go see a doctor 还说医生里有问题 你看错 and he will even tell the doctor that he has misdiagnosed 他可以否认 但是不会给他 带来好处 所以我们要醒过来 不要否认 我们刚刚人生 所看到的一些现象 好了 我们看到一个机会了 就要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这一条道路是什么道路 就是通往神的道路 刚刚我们读创世纪 第3章20节里面要讲 有一条道路是通往生命述的 这是要可以回到 神的生命的源头 神的生命平安那边去 那这条路当时候被挡住 因为人有罪进不去 神差遣两个天使 手上有火箭 挡住这条路 罪于人没有帮我回去 但是神爱他的儿女 神自己为他们 再一次打开这条道路 我们看约翰福音 14章第6节 Let's turn to gospel John chapter 14 verse 6 基安福音14章第6节 John chapter 14 verse 6 14章第6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 自古以来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 都希望达到天人合一 咱们可以跟上天 来联系 有一些人虽然没有什么宗教 但是他们都会说 哎呀 上天安排了 上天怎么样了 他们知道 其实在上面 有一位比他大的 他只是不晓得他是谁 因为他太远了 离开我们太高了 我怎么可以去找他 但是主耶稣来到世上 他其实是神本身 他知道人 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障碍 他亲自来到世上 为人类钉石之将 流出他的宝血 开出另外一条路 所以主耶稣自己说 我就是这条道路了 这条道路会给你生命 会给你平安 因为这条路是用血开出来的 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 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第十九节 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二十节 是借着他给我们 开了一条又心又火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他的身体 我们知道要去 从A点到去B点 你一条条路 才有办法去得了 没有路里就找不了 我们怎么回到神那边 我们有罪 所以每天生活着很多的黑暗 改变不了自己的坏行为 改变不了个性 我们都想说 我们要正面一点 要做好 但是没有力量 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用自己的身体 打开一条路 这条路是开出一条血路的意思 基督徒所相信的 不是一个神话 不是一个理论 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会改变 改变个性 面对死亡的时候 也很从容 也很平安 因为他们知道 有一位神爱他 爱到可以为他死 可以流出他的宝血 来赎我们的罪 从此这条道路就开出来了 就不一样了 所以机会就在我们面前了 曾经有一位来慕道的姐妹 她没有信耶稣之前 她在外面跟一些不好的年轻人 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甚至参加一些坏分子 她做了一些不是非常合法的事 大概是从小家里缺乏爱 但是她有一天 她的一个朋友 接受她来赎耶稣教会 她一开始很不想去 觉得教会很无聊的地方 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点不吸引的 可以去卡拉OK 去唱歌跳舞 去教会干嘛 她就会朋友一直邀请她来教会 给朋友面子来应付应付 她第一天踏进教会 在门口有另外一位姐妹 做接待 第一句话跟她说 欢迎你 你今天第一次来 你知道吗 耶稣爱你 你今天能够来 是耶稣爱你 她听了这句话 觉得很奇妙 她说耶稣爱我 真的吗 耶稣爱我吗 我们这种人 耶稣会爱我吗 有一些人 表面像看起来 很堅强 其实里面很脆弱 人往往都是 表面跟里面是相反的 外表很骄傲 其实里面很自卑 表面很刚强 其实里面很脆弱 因为缺乏爱 又要保护自己 但是当她 这位小姐 第一次来到教会 听到耶稣爱你 如果真的 我要认识这个耶稣 开始常常来教会 听道理 开始过一家来祷告 有时候听道理 还会流眼泪 然后唱那些赞美诗 都打动她的内心 她才认识到 原来有一位神爱她 可以爱她 定是这家 所以我们不要选 那个大的路 舒服的路 我们要选择那条窄路 小路 这条路 是耶稣用她的血 来打开的 第二诗节这里说 这条叫做 又新又火的道路 什么叫新的 这是以前没有的 别的宗教没有告诉你 他的神可以来你替你死的 没有 只有真神 活路就是带给你生命 所以你仔细看看 你可以问身边的基督徒朋友 弟兄姐妹 你信耶稣之后 生命有什么改变 好了 那我们如果想要 我要走这条小路 窄路 那怎么走呢 你要找那个门很窄的 那个地方才可以 我们看回来 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三节 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三节 你们要进窄门 这里说要特别 你要先进窄门 才可以找到那条小路 因为你去哪里 你都要经过一个门 像你刚刚要进教会之前 你肯定要找那个门进来 你不能从上面爬进来 所以到底什么是宅门 我们知道 一般来说 在社会上来说 你是越大的豪宅 或者是总统府 那个房子越大 门应该就越大 你不可能看 那个总统府的门 好像一个人都进过去 还要侧面进去 没有人这样子的 大家都喜欢门面够大 但是神做的事 常常都是相反的 天国很大 天国很漂亮 但是天国的门很小 如果你是看门面的 你不会进去 这个到底宅门 代表什么 教会就是天国的门 Church is the gate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我们看创世纪的28章 Let's turn to Genesis chapter 28 chapter 28 verse 16 Genesis chapter 28 verse 16 Then Jacob awoke from his sleep and said Surely the Lord is in this place and I did not know it 17 And he was afraid and said How awesome is this place This is none other than the house of God and this is the gate of heaven 这里记载旧月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雅各 他晚上做了一个梦 Here is a biblical character by the name of Jacob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he had a dream one night 神更的显现 God appeared to him 在他睡觉的地方 有一条梯子 通往天上 And where he was sleeping there was a ladder that leads to heaven 原来人要通天 需要梯子 And for humans to reach to the heavens they need letter 需要一条道路 They need a way 那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道路是谁 就是耶稣 And earlier we mentioned that the way is Jesus 但是这里说 他这个地方 也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Jacob also says here that this is the house of God and the gate of heaven 所以天国的门在哪里 So where is the gate of heaven 天国的门就在地上 就是在神的殿 就是在他的教会 The gate of heaven is on earth it is at the house of God it is the church 我打个比喻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如果你在中国也好 台湾也好 你要去加拿大 If you are in China or in Taiwan and you want to come to Canada 你要搬移民 你要去哪里办 You wanted to immigrate to Canada What should you do first You have to find a way 你要去领事馆 大使馆 拿表啊 填表啊 交表啊 You got to go to the embassy to consulate to get an immigration form to fill out You不是说 我买条机票 我就冲进来 然后再送钱 帮你回去 You can't just buy a ticket and fly over here You'll probably send back home right away 大使馆 领事馆 就是那个国家 在别的国家 那个门啊 那你想要去天国 你想神的恩典 平安进到你的心里 那你要找对门路 办手续 但是问题是 主耶稣这里说 你要找窄门 你不要有门 都进去 那什么意思 这里告诉我们 其实有两类 不同的教会 两种不同的教会 因为两种门 对不对 这是代表两种教会 按照圣经来看看 到底第一种是什么 我们看回来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 七章二十一节 刚刚我们读过了 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主耶稣说了 第一种门非常大 就好像刚刚那个图 往前一页 那个门很大 好了 大有什么不好 大好像没有什么不好 它因为大 所以它吸引了很多人进去 那你进去之后 发觉 哇 很多人 它常常传福音 还有甚至里面 可能有一些神奇奇事 发生 有人去找教会 也会找那种 餐馆的那种心理 有人说 你怎么知道 这个餐馆好不好吃 你去到一个新的国家 你拿都不熟 你去门口看看 里面都没人了 那肯定不好吃 如果十张桌子 只有桌一张 只有两个人 能不能不要去 另外一间 爆门 排到一个钟头 我要排 那肯定很好吃 人都会用 人多人少 做一个 好不好吃的 这个品牌 还有门面 有没有漂亮 哇 这个教会 几千人 哇 几十个律师 又有医生 又有会计师 什么师都有 都是高知识分子 还有国会议员 有什么问题 议完话 可以抓他讲两句 这种教会 谁不喜欢去 有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会喜欢去 说不定里面 还有一些神奇奇事 你有问题 要祷告一下 你病又好了 讲的东西都是 很普遍的 大家听了都很舒服 那这种教会很好啊 但是你看主耶稣怎么说 第二十一节 我不是凡称呼 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谷 那二十三节 这些人这些教会 到最后耶稣说 他说我不认识你吗 所以你看这个图 这里说 第二十五节 人又多 常传福音 又有神迹 又敢鬼 但是缺少一件最重要的事 那请问缺少什么 我们来看二十一节 再读一次 凡称呼 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谷 我一度遵行 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不是说教会人多就好 大就好 漂亮就好 这个门是不是通往天上的 看他有没有讲神的话语 有没有讲真理 如果讲天父的旨意 如果是讲人的意思 那这个才能够教你灵活 我们有一些 如果你看到网上 有一些教会 有一些不到家 讲的话都很好听 新耶稣很好 你没有什么新耶稣 耶稣都给你 你做什么耶稣都接纳你 没有分析 你不用改自己 这个门真的开得很大 什么叫门大 就是你不用改变自己 你五百胖的这样子 大胖子都进得去 如果门很小的 你要减肥才进得去 所以窄门就是 你要找到一个教会 按照神的话去做 叫你改变你自己 这个才是得救的门路 当然教义也是和服圣经 例如说洗礼 一般的教会 也是开一个很宽的门 28月 洗礼一般教会说 你怕冷啊 我开一个水池 在家长后面帮你洗 冬天用热水 夏天用冷水 这样很方便 但是圣经怎么讲 圣经说要去活水洗礼 我们去海 我们上个礼拜天 有十四位 包括六七位老人家 去到海边洗礼 最老的八十几岁 他们很勇敢 最小的几个月 因为圣经这样讲 我们就这样做 你完全按照圣经去洗 绝书的宝血 就洗干净你的嘴 这个就是窄门 或者是另外一个 守安息生日 你看了 现在去教会 一般教会 99%都是礼拜天 守礼拜 因为大家都习惯了 但是如果你回到圣经去看 发觉十条诫命 你要信神的话 你就守十条诫命 第四条诫命 就是守安息生日 安息日就是礼拜六 不是礼拜天 谁把它改成礼拜天 从罗马天主教的时代 把它改成礼拜天 但是后来基督教就采纳了 大家以为礼拜天才是去拜神的 信耶稣的人去做礼拜 所以人家看你 哎呀你们叫礼拜六 好奇怪哦 真的很少人这样子做 但是圣经讲了 不是每一个门都一样 你要找到一个 如果你想走这条路 你要找窄门 完完全全按照圣经 但我们找到这个门路 我们就不害怕 不论疫情以后变怎么样 或者是你个人 你坐在飞机上面 摇得很慌 甚至丢下来 你心中不害怕 你知道你已经在什么道路上面 你今天准备好了吗 两条门路 你要选哪一条 我们来唱诗 一百八十首 他们 number 180 他们中文需要 ulla着